秋冬季也是种蚕豆的好日子 去年我自己耍小聪明 想到要早点种可能比较好一些 所以我去年九月份种 种了冬天特别冷 全部冻死了 只有好了晚种的那一批接了一些 所以今年我还是按照人家盒子上说的 十月中旬 十一月十二月再种 所以我今天打算种一些 过段时间半个月以后 我再种一批这样呢 如果真有问题的话 它也不会全军覆没了 种蚕豆一般是 航距35公分 猪距一般20公分左右就可以 深度一般到5到6厘米 将来发了芽以后 你还要随时培土除草 种蚕豆特别好 其实蚕豆苗也可以像豌豆苗 豌豆尖似的可以做面 做汤吃 所以等于也是一举两得吧 全身都是饱 幼苗的时候你可以掐它的尖 因为蚕豆本身长高了以后 分到几个叉 它也必须要掐尖 掐的尖你可以拿来做汤 断面条吃 然后蚕豆呢 你就可以随时可以做沙拉 做汤做很多很多的东西 因为明后天又要下雨 所以种好了我也就大蒜和豆子 我都没有给浇水 这颗萝卜是我本来这一笼是种的 中国的大白萝卜 什么优选大萝卜 最后发现只种出这一颗 估计是种子时间太长的缘故 十年前的种子 所以这可怜的一颗留着吧 今天10月10号种了一些荷兰豆 蒙西兔 在湖边的地里边种了一些豌豆和蚕豆 也在家里边种一些豌豆呢 让它用原来西红柿的架子来爬味 再种一些蚕豆 这样呢如果在家里边做点汤啊 做点面什么的就可以吃 可以掐点豌豆尖蚕豆尖来吃 这种豌豆就跟咱们国内叫荷兰豆 蒙西兔可以吃全部都可以吃 又可以吃豌豆 还可以吃豌豆苗 豌豆尖 冬季10月11月种 蚕豆特别好 豆类特别好 因为豆类的根部它会吸引空气中的蛋 所以用来改良土壤也非常好 冬天如果你不想吃豆的话 你就把它随便撒在地上 然后它就会把很多的空气中的蛋 细腻在根部 所以蚕豆将来的苗 你也不要随便扔 把它搅碎都埋在地里边 蚕豆是不但可以吃 还可以改良你的花园的湖壤 家里种了两芽 就足够家里吃了 其他的在湖边摘着 啾啾 帖啾啾啾啾 谢谢大家